你承认不承认 这确实有敏感的 羞涩的 有一种叫社交疲惫 就是对于他来说 他觉得应付 这个每天呢 跟这个领导 同事 社会上的客户 应付这些关系 他已经觉得很累了 就是有个休息日 就恨不得 缩在自己的壳里 我觉得这也是很 就是 这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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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公司不肯出钱 对 您像马爷 您说的那个 就是特别管用 这些技巧 但是问题在于 有的时候啊 没有动力 什么叫社交疲惫 就是说 打不起这个精神了 就是 就是当然 我知道怎样社交 但是好像有些人 喜欢独徒 某些地方的团建 他不喜欢 对吧 实际上也是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 他这个边界意识 自我这个圈的 这个意识 越来越强了 或者说工作和生活 他觉得生活 就是我的生活 我不一定要变成 公司的延续 对吧 这样的年轻人呢 其实有的时候 他适应有些社会规则 他也挺苦的 因为你看 今天有些工作 就是延伸到了生活 你比如说酒局 这真是个 就挺不好的 一种社会规则 就为什么谈生意 为什么要喝酒呢 为什么拉客户 都得就就就就 这么喝呢 对吧 您像马爷这个老江湖 对吧 把你们全给灭了 但是你想一个刚大学毕业的 他确实他觉得这个东西 即便他能适应 这样感觉透支心灵啊 透支精神啊 就是这么怎么说话 能不说错 您知道吗 就是我发现 说一千到一万 有个根 你活了这么大岁数 说实在话 就是你意识到没有 你有一个东西 是脚跟站稳了 你这个脚跟站稳了 是你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经验 它使得你能够清醒的看待一个交际的问题 比如说这件事情怎么对 怎么错 我应该谦虚对人 我应该高抬别人 一直自己 你觉得你哪哪门 门清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这个 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啊 小同事吧 也算是 就是他说他到他父母亲的那个圈子 他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了 父母亲交往的圈子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啊 他就 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 就是在他们当中啊 就像是一个 就是小孩蹒跚学步 就是他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大人 你们的这种交际的这个规则 我又怕我说错话怎么着 就是感觉就是 本身就是一种 小孩子就是站不稳啊 就是这个 这不很正常吗 就是这个盘山学步的这么一个感觉 他说 我不愿意出去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每一个圈子里的规矩 比如说说个很简单的 去吃西餐 他就说我怕 就是弄不清楚 这一套刀叉 诀呀 就得出心很重 看两边啊 我记得那个 那个电影 对吧 那个漂亮女人 就那电影里面 不就是教他这个 用这叉 后来人家不会用 两个人就一起用那个最 错的方式吃 也吃得很 就是 我觉得就是得失心 得失心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把自己放低一点 让人家显示优点等等 这些可以说是 说话的技巧 说实在话 能自 能自 低的人啊 实际往往是已经 有些自信的人了 他就是 生怕别人觉得 自己不行的 那个我估计才是 盘山学步 刚进入社交场的 那种心理 我的意思是 那个修养 说话态度 井上添花 但是更重要的东西 我 面对我的学生 我还是一直跟他们说 比方说 你刚才讲的 这种心理 他碰到一群人 他不知道 不知所措什么东西 那其实真的不必担心 你就犯错也没关系 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上课感到最为难的一个例子 就是利论 我们知道鲁迅的利论 对不对 到人家家里 其实说这个小孩将来升官 赏一笔钱 这个小孩将来发财 这个很好 这小孩将来要死掉 被人打出来 那鲁迅的总结就是说 你看 说真话讨打 说假话拿好处 那人应该怎么办 那个老师就今天天气 哈哈 那然后就要跟学生 学生 这里边就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 到了某一个场合 周围大人都在说话 他们似乎有一套礼节 可是在这个学生看来 他们很虚伪 他们中间有很多假的东西 他实在是不适应 他要是适应 他不会有这个感觉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 我是碰到这种情况下 我总是跟他们说 比修养 比事故更重要的 还是你说真话 还是你说出自己的东西 我说 比方说 我有上课说错的东西 我有一句话 我说你们多少人 会跟我指出 比方一个简单错误 广东话的一个发音 读一个音 读错了 很少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说举手会来跟我指出 那我就说 我是赞成他们 他们给我指出了 我就是 下次我可以避免了 但讲完以后呢 正面教育完了以后呢 我还补充一句 那说实话 我以后又会记住 这几个给我挑错的学生 这又是实情 这些学生 你如果说 他给我挑错的态度不好的话 我肯定又是记住他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可能也是我错 反正我跟他们说 你说真话 让自己舒服 还是最重要的 比让别人舒服重要 所以这跟我刚才讲的是矛盾的 确实有这个复杂性 这肯定有个问题 你这个把年轻人生给教坏了 我们先说这真话 是一个绝对真话 那么绝对真话 它一个钳制 你要说的时候 是可以不伤害别人 或者轻微伤害别人 比如我给徐老师 指出的这个错误 是无关痛痒的 我当然积极的去指出 你记住我也更好 如果你这个错误 是一个致命的 很丢人的 当着所有的学生 你把这个事情指出来 就会很丢人 就是愧对大学教授的 这么一个身份的时候 那这个说不说真话 那我说 如果说还是要说的话 那能不能私下去说 这就是技巧问题了 就是不要去公开的 有时候 我们文化就是一个外衣 是吧 我们爱面子 就是爱这个外衣嘛 外衣是一件一件穿上去的 你可以剥削它一层外衣 但是你不能把它剥一金光 剥一金光谁也受不了 所以在这个就是说真话 假话之间 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文人和官员之间 无非就是什么问题 看着皇上的脸色都变了 您这还一个就是执剑呢 那你不是找倒霉吗 那肯定皇上就是 就是一怒就给你 给你发配了 发配了问题不大 你说发配了苏东坡 发配到海南还去了呢 他问题是耽误你人生 很多事情 你做不到 所以就是 我们实际上是在选择 这个选择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社会成本 你在这个社会成本中 选择一个成本比较低的 可以承受的 效果又相对可以接受的 这么一个过程 所谓你刚才说 所谓的人情恋拿 实际上就是找这么一个位置 我们还一一的详细的讨论了 这些事情的公式 基本上认为就是 怎么来说 凡是生理性的 尽量不能批评 就是说这个事情 你批评它 它是没法改变的 你尽量不要批评 凡是不是生理性的 是你可以改变的东西 比方你做的知识啊 比方你穿的衣服啊 你这件衣服不好 你可以跟它说 但是你的肚子太大 或者你太胖了 那你这个事情 就不大好说了 太胖了还能改 你不能说它腿短 这人彻底改不了 肚子大了就选点肥嘛 第二呢 就是你关系越好 你跟他越当做朋友 你就越应该跟他讲实话 比方说你是你的同事的室友 你跟他很好 他买了一件衣服 其实穿的很傻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你说不说 不说 不说 我有时候跟他讲实话 他都受不了啊 什么呀 就跟我急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跟他关系好的闺蜜 那你就应该 当然说有技巧 对不对 你这件衣服改一改 会更好之类的 那另外一个事 它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如果你去规劝别人的时候 首先要地位平等 你的话才起作用 如果你明显有社会差的时候 你去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自己说话的这个地位 这个地位不是说你低了就不能发言 如果你低的不多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语言来弥补 让你把它拉平 如果你地位特别悬殊 你是不能劝的 尤其人家两人打架 你一个人没有身份 你上去劝架 只能火上浇油 如果你身份高 那上了一个就停了 你们打什么打呀 我得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仔细想想 这又很可悲呀 关系不好的 就说衣服好看 不是这个关键是 关系好了你就来说 你这件衣服你要短一点才会更好 你可能要憋很久才能说 但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不说呢 不是不为他好 也不是关系就是好坏或者是高低 而是说我如果告诉你了 我就表明我的审美比你强嘛 对吗 可能你去参加一个活动 那个人也是很精心的打扮了 你说不好看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审美比你高 我的问题的前提是 你的室友买了一件衣服在那里试 然后问你说怎么样 他都买了 我说不好看 为什么呀 这么似顾 这得说好看啊 这怎么着都得说好看啊 不是 马爷这个最有经验了 人家买了个东西 花了那么多钱 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人家都是说这个 过去有一句老话叫 贱人减兽欲获增值 就是您说您多大了 说七十 哎呀不像 您像六十的往下说 说您得对你多少钱买的三十 哎呦 我买得五十 你得欲获增值 这就是一说话的记者 那如果人家买的 明显是假的呢 对买的古董 假的花了老钱了 您说真的 那当然我会说实话 就是那会委婉 委婉 但是他有人听不出来 你比如我做节目就有过 这个事 你比如那个永乐压缩 全世界已知的就三件 那人拿了一个 我说全世界已知的就三件 您这是第四件 这话委婉吧 他说真的吗 我有那么幸运吗 这话说的很有技巧 您这是第四件 这骂人呢 但是所有人旁观者 全都听出来了 就他自己听不出来 这产生了极强的一个幽默感 就是说 每个人的心里的预期和愿望 是不一样的 他在 他在 此时此刻 他宁肯 就是相信 我亏钱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是真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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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